北港镇长张胜志中昨天协同环保局官员陈青黑寒不时指控将对散发者保留追溯权并呼吁网友误转传 以免触发记者蔡维斌摄影分享 云林县北港镇最近出现一份黑寒 透过甲报及网路疯传指北港要设搜水厂将升格变成搜水市 北港镇公所和环保局昨天出面澄清并斥责有心人泡谣不排除追查提告 网路不断转传北港处与转运站不时黑寒 引起北港镇公所与环保局跳脚 记者蔡维斌翻社分享 近半个月来网路出现一份未庶民的文宣 以北港将升格为搜水市了为题 用甲报及网路流传指北港将设立搜水厂 将臭气冲天且喷化学剂毒害北港 让北港成为搜水市 全文对厨于转运站大肆攻击 却未具名但只该文以向警方合备 以示负责北港镇长张胜志和海保局主管带领媒体师 刊厨于场位来处理过程 强调所有厨于当天转运 绝不会污染也不会有臭味 记者蔡维斌摄影分享 黑寒在网路转传发酵 北港镇长张胜志会同环保局昨天出面澄清 指黑寒颠倒是非 混淆视听 张胜志说公所积极推行垃圾集除于分类 单日垃圾量从原本25吨降至18吨 其中升除于大约4吨 是沿海乡镇中最多相当 鱼口湖水林圆掌和四湖的总和经环保局评估计划在北港设置生厨于转运站 一并处理北港高量的生厨于 受益还是北港民众每天习惯用带子装的厨于 清洁队员都还得一一拆开帮忙把生 熟厨于分类 十分辛苦 记者蔡维斌摄影 分享 北港处理的是果皮身厨于而非熟厨于 搜水 张胜志强调 目前全线身厨于军运往六清 熟厨于在虎尾处理 生厨于进场处理后 当天马上转运到六清 既无污水也没喷任何化学药剂 何来祸害子孙 北港警分局侦察队长郭建宏也说 并无合备之事 警方也将进行追查